我从说了我从一开始你选了我之后我很惊讶 我选你是你的命 我是觉得我们就搞情歌 但是昨天我问你的时候你说都可以 我问你中国分感慢兴趣说也没有问题 你现在又突然要写情歌了 我在三问过他争取过他的意见 首选的肯定是中国分 然后他也OK 结果到进来之后 他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 所以就让我感觉他做事情有点扭扭捏捏 对我是觉得用他来写一个情歌 用中国分的东西来写一个情歌 那也不是不行的 但我是觉得啥 这伴奏听到后面觉得听得很皮你知道吗 那你唱前面 不不 我是觉得我们真应该写情歌真的 你大概唱一下我听一下稳不稳 可以吗 来老师麻烦你放下我那个 麻烦你们了 不好意思耽误你们那么长时间 嗯 也许我话不太重听 但又言出必行 真凶的诚心语意 与小人从没见过的忠心 相貌平平的静静 耶耶 为落难的百姓脚步轻盈放松身心 云丹天调整气性 这天下太不太平 本来就与我无关 你觉得呢 我是觉得我们真应该写情歌真的 写这中国风不稳妥你知道吗 你现在又变 那我接受不了了 我真的不明白你当初为什么要学 你就是仅仅是因为我帮了我兄弟说一句话 你觉得我够爷们 那我现在选了个够爷们的伴奏 我也有够爷们的态度 给你摆在这 我要选这个币 那现在你又不欣赏我了 我是觉得我们想要可以做一个更贴近大众的主题 真的 大众主题 中国老百姓不听中国风还听啥 你告诉我 你到底在顾虑什么 你告诉我 那有镜头啊 我现在就向你保证镜头绝对有 而且镜头绝对多 而且我从说了 我从一开始你选了我之后 我很惊讶 我选你是你的命 你没有办法 那我选这个币也是你的命 我不可能答应 因为我喜欢的 我选我 那你开心就好 你看要不然我们就做一个奔棒 我可能发挥的没有你好在这个中国风里面 知道吗 因为我的歌词我都不熟悉 我刚刚被我 放下奔棒 也没有唱过 对不对 喜欢吗 我觉得可以 不听了 你要是喜欢它就要它吧 我做事情比较果断 算是这样一步吧